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介紹的角色是台版即將登場的泳裝美美 限定角色終於破防兼範圍輸出 1技能 對眼前異名敵人造成中幅度物理傷害 自身中幅度恢復TP 並對敵方東標敵人造成追加的中幅度物理傷害 2技能 以眼前最新的敵人為中心 範圍25造成中幅度物理傷害 受到傷害的敵人小幅度降低物防持續12秒 當敵人為東標的場合 自身中幅度提升物攻物爆持續18秒 ES技能 開戰時提升自身物攻 最後是UB 自身特大提升物攻 持續18秒 敵方全體造成小幅度物理傷害 受到傷害的東標敵人全體造成追加的大幅度物理傷害 並中幅度降低物防 持續18秒 泳裝美美的技能施放順勢 開場先2技然後再1技 後續循環 我就打在畫面上啦 泳裝美美的技能組很明顯就是要打多目標網用的 不過可能會有觀眾想要問 那如果拿去打那種多人角色 像是初音加開安 機騎士或是小小甜心 那技能會有追加效果嗎?答案是不會 多人角色在數值設定上還是單目標 既然泳裝美美在競技場沒什麼卵用 那就是純戰隊戰的角色了 那麼在戰隊戰 泳裝美美的表現如何呢? 我們先從三階段開始說吧 最近三階段已經隨便撵了 最近幾個月我三階段物理隊影片都是全自動 不戒腳 三刀打六隻 所以角色不要缺太多隻 就可以輕鬆虐三階段 有缺腳 戒就可以了 後續一樣 三階段只要不缺兩隻以上就可以隨便打 那麼有沒有哪個月的東標王 一定要泳裝美美才能全自動雙殺東標王呢? 我看了一下是沒有 都有作業 沒有放泳裝美美也可以一刀兩隻 三階段的東標王 所以三階段有用 但不到非有不可的地步 接著看四五階段 日版泳裝美美是八月登場的 我們就從八月開始看 日版八月四王是烏龜 這隻王是法隊天下 物理隊傷害悲劇 泳裝美美是有出現在物理隊傷害最高的自動隊伍力啦 可是傷害被法隊海放一千萬 排名比較前面的戰隊出這種刀可能會被會長扁 然後是九月大衛王 這個月還是法隊天下 法隊傷害比物理隊高很多 手動高了大概一千多萬 半自動跟純自動高了大概七百萬 泳裝美美這個月在物理隊的表現算還行 有出現在傷害最高的自動隊伍裡 只是傷害就輸了法隊七百萬左右 排名比較前面的戰隊出了還是可能會被會長扁 比較沒有那麼在意排名的戰隊是有可能可以出啦 就看戰隊的規定 然後是十月三重搖滾 手動的話 法隊海放物理隊傷害高了兩三千萬 全排戰隊這隻王一定是打法隊 法隊半自動刀有看到四千兩百萬的隊伍 物理半自動刀則是三千六百萬 探險熊錘隊 沒有泳裝美美 物理隊純自動刀看到最高傷害的隊伍是探險熊錘隊 用泳裝美美的純自動隊伍則是兩千八百萬 這個傷害就蠻微妙的 以純自動的標準來說還行 不過也是屬於排名比較前面的戰隊出了可能會被會長扁的分數 再來是十一月 這個月要打手動的話 法隊還是海放物理隊 約一千萬 半自動隊伍的話 物理隊跟魔法隊差不多 大概都在三千萬到三千兩百萬上下 物理隊純自動最高有到三千一百萬的有放泳裝美美 如果沒有泳裝美美的話 用新年雪飛也有半自動三千一百萬到三千兩百萬的隊伍 選擇有點多 不過日版十一月物理隊東標王的共通點是都有放探險熊錘 物理隊想要打三千萬以上傷害 探險熊錘是避不開的 總而來說 泳裝美美在日版登場四個月 除了十一月以外 其他三個月的傷害都蠻小小甜心刀的 小小甜心刀的意思是 蘿莉控為了要曬蘿莉硬要出一些傷害比較悲劇的刀 不過台版十二月打的是日版七月的獅子 這隻王手動最高隊伍是法隊 約三千七百萬 半自動則是物理隊比法隊強 半自動物理隊可以兩千七百萬上下 法隊只有兩千四百萬上下 純自動也是物理隊比法隊高 泳裝美美在物理隊還算是蠻強的角色 而且這個月探險熊錘跟六星誌都還沒登場 所以台版這個月四個階段泳裝美美的上場機率還蠻高的 蠻可能會有亮眼的表現 不過隨著後續六星誌跟探險熊錘的登場 泳裝美美之後上場機會多少會受到一些影響 戰隊戰玩家賺夠可以抽來玩 畢竟是可愛的小蘿莉 而且是限定角色 沒辦法隨緣等歪 競技場玩家跟還沒滿等的新手就又愛再抽吧 至於蘿莉控則是必抽 抽了有巨型可以看還可以提升小小甜心的攻擊力 成為救濟蘿莉控 另外因為後面有一堆角色要抽 有些人可能會想問 同為戰隊戰 登目標角色 泳裝美美跟探險熊錘還有探險真步這三技要怎麼選呢? 從強度來說 探險熊錘跟探險真步都蠻不錯的 上場機會比泳裝美美高多了 所以單純從強度來看是探險熊錘跟探險真步大於泳裝美美 泳裝美美墊底 可是泳裝美美是限定歪不出來的 另外兩位是常駐 不愧是你CY 不知道各位的鑽石還扛得住嗎? 影片最後 先聊一下泳裝美美的劇情 泳裝美美第八話 現實劇情是跟美美一起去夏日祭典玩 美美用自己的零用錢請右術吃糖 感謝平日的照顧 蘿莉控艾美絲表示 可惡 太羨慕了 我也想跟美美一起逛夏日祭典 所以各位後續想要順利抽艾美絲的話 泳裝美美還是要有的 不然艾美絲看你沒有泳裝美美可能就不來了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希望你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